偷东西到底算不算犯罪 在加州很显然950块钱以下已经不算犯罪了 在全美国看来 只要你有一个可以拿得出台面的理由 比如说像是要为了黑人讨公道的黑命贵游行 或者是要除掉那些邪恶的警察 你因为这些原因去抢店铺 抢走名牌邪包 好像也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这到底要怎么办呢 国税局IRS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交税呀 在国税局的官网上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里写着说 stolen property 赃物就是那些偷来的东西 如果你偷了别人的财产 你必须把你偷的这个东西 在你偷的这一年 按照公平市场价格报税 这个就算成是你在本年度的收入 那什么情况下不用报税呢 除非你就在同一年把它还给他的合法所有者 这样你就不用报税了 OK 所以国税局的意思是 偷来的东西算是你这一年的合法收入 只要你报税你交税就好了 这是在呼吁那些小偷说 来我们大家比一比谁的业绩高 看看谁的年收入高 国税局想要在这些犯罪获得的金钱上分一杯羹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说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搞了半天 这个盗贼就是国税局啊 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正义 在我们看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你还记得正义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吗 不用担心 AI News在这里帮你找回正义的味道 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礼物 感谢大家用咖啡会员的方式 一直来帮助我们的事工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 如果您是购买了我们12门徒及以上的会员 不要害羞 不要不好意思 请通过邮箱来联络我们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带有正义味道的马克杯 免费给您寄到家 来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contactus.ainews.gmail.com 赶快来联络我们 领取正义味道的马克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年底 新冠肺炎居然已经陪伴我们两年的时间了 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真的好害怕 然后就是美国这边也很快的就买不到口罩了 什么CVS Walmart全部都断货 就算你加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 当时还觉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末日电影场景啊 完全被笼罩在恐惧之中 慢慢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去到哪里都要戴口罩 经常要被捅鼻孔做检测 甚至我们已经同意已经默许了 如果我们不打疫苗就没有资格享受正常的生活 新冠肺炎完全给了政府一个机会 打着爱你的口号去垄断权力 去年还在竞选的时候 拜登攻击川普其中一个大招就是新冠肺炎 说他对这件事情那是相当的处理不当 都是因为川普所以促成了歧视 都是因为川普的疏忽 所以害大家全部都死掉了 拜登当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说 大家别着急啊 要是选我当总统的话 我就能马上解决新冠肺炎这个问题 我不会让国家停摆 我不会让经济停摆 我只会让病毒停摆 这口号喊得真是响当当啊 对停摆了 自从他一接手啥都停摆了 就病毒没停摆还变异了 在联邦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之后 又是打疫苗又是戴口罩 又是开除了一大堆的员工 拜登昨天说这病毒联邦管不了 你们要真想解决 还是得你们周自己去管制 那要是这样的话 联邦就不能出台什么限制条例了吧 那你也不要让一百人以上的公司 把那些不要打疫苗的员工全部都开除啊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看来的话 不管是联邦管还是州管 像是这些极左的大城市 该强制其实还是会实行强制的 除了上个礼拜给大家看过的 波士顿的市长 米什尔·乌米发出了疫苗强制令 昨天华盛顿DC的市长也同样发出了命令 beginning on january 15 2022 certain establishm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verify that their patrons 12 years old and older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the COVID-19 vaccine first dose for patrons 12 and older beginning january 15th second dose by february 15th enforcement of the vaccine requirements therefore would begin by january 15th the places that will require a vaccine are restaurants bars and nightclubs indoor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indoor exercise and recreational establishments 因为接下来不管怎么样都会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公司加入到强制疫苗的行列里 不需要焦虑也不需要担心 更不要因为他们实行强制的措施 本来不想打疫苗的你就非得要跑去打疫苗 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就是反对强制疫苗 如果你要是因为我没打疫苗 所以就能够规定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话 对不起你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健康决定应该是我自己做的 而不是被政府被任何人强迫去做的 我有自由决定我自己是不是要接受疫苗 我也有自由来决定我的指甲是什么颜色 那当然就看我心情了呗 如果我要是有时间的话 周末的时候我就会涂一下指甲油 把我有的全部都摆出来 然后看一看我想带着什么样颜色的指甲过接下来的一周 那之前有朋友在下面留言区问我 说我说的那几种指甲油的种类要怎么分辨 这很简单呢 我们就要先登陆Niji Nios官网 一起来看一看在主页上选择Shop 然后选择Shop by Lifestyle 第一个就是我说的马卡龙色 就是那种纯纯粉嫩的颜色涂起来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不同颜色搭配起来那更是相当的漂亮 这个呢就要考验个人审美的能力了 再接下来一个就是我最爱的偏光色 每一个都太漂亮太梦幻了 那亮片色呢就很好分辨了 你就要看瓶子里面有亮片的那就是亮片色啦 比如说像这个Let it go 是不是超梦幻的好好看呢 喜欢的朋友赶快去网站NijiLA.com来选购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哦 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基本常识 有更多的尊重 以及更多的道德 还有更多的正确价值观 不强迫别人打针这件事 有那么难理解吗 我也听说很多教会敦促大家快点打针 更有教会就直接说 你要是不打针就别来聚会了 CNN的宗教评论员 天主教的神父上电视说 不打疫苗就不要来聚会了 因为神是爱 你这种行为不是爱 这一天天上午 这一天天 Father Beck 我一切都没想到 是少人们去教会 去宗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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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像在很多人的 人们在阻挤 过时 and i wonder how you as people of faith break through that to get to get the message through right as as people come less often to hear that message yeah well you know jim there's no supply chain shortage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i think that what we're trying to say to people is you have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if you do gather you know you know christian churches many are gathering this evening and some are still not requiring vaccination which i disagree with yeah i think part of caring for one another you know the dictum of jesus who we celebrate his birth is love one another show compassion show mercy to each other so i think the message is that if we want to act like jesus in these kind of times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and if we're going to gather in celebration we have to do so safely comfortably and we have to give to one another that gift of peace and part of that is is health and feeling like we're gathering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and so i really hope as people gather in celebration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christ who was about mercy and compassion and love of one another that we keep that in mind it's not about us you know i don't think there's a reason to say i'm not going to get vaccinated today you know maybe a health reason but then you can't come to church get services with other people right now we have a response to one another 用打没打疫苗这件事把人分门别类规定你打了疫苗能做什么不打疫苗就不能做什么 这是左派在做的事情这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应该做的事情 不打疫苗就不要来教会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一个神父在说 很多教会传达出来的观念也都是这个样子有很多教会在主日的时候呼吁大家赶快去打疫苗 甚至有人私下跟牧师要求说牧师你快一点在主日的时候赶快报告让大家都去打疫苗 疫苗护照这个概念其实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是得到了大力的吹捧和支持的 但是你只要看一看身边发生的事情你不需要数据你也不用任何的电视到底要怎么说 你只要看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就会知道打疫苗之后得到新冠肺炎的几率是有多高 even you are fully vaccinated 其实打不打针这个事情完全不需要跟任何人去交代 因为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 爱这个观念已经被扭曲的太严重了我打了疫苗就是对你的爱吗 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甚至给爱随便的乱下定义 有的人就会说我认为好的就叫爱 还有人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你好的所以这个叫爱 女权主义者就会说允许随便堕胎就叫爱呀 因为你这个是对女性的爱 你这个是对没有出生的婴儿的爱 因为他出生了会很惨的 你还不如早早的就把这个人给杀掉 这就是对他的爱呀 LGBTQ的人就会说 他说男的他就是男的啊 他说他是女的他就是女的啊 他爱去哪换衣服洗澡 你都必须要同意 而且你要全力的支持 这样才证明你是对他是爱的呀 一家在波士顿的顶级私利精英女子学校 Winsor也同意这种说法 学校发布了一份性别语言指南 说他们认识到了包容性语言的重要性 然后学校官方的用词就已经开始更改了 因为他们学校是女校嘛 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是女生 那女生在英语里面用的词就是she 或者是her 说你的女儿 那就是your daughter嘛 那这些词呢 全部都不能说了 一律要改成他们和他们的 就是部分性别的 还有像是学生这种中性词 那么这么一个激进的觉醒的学校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校 这个学校呢是在1886年成立的 一直位居在全国顶尖学校之列 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都考上了长春藤 2010年福布斯将这所学校评为全国排名第10名的预科学校 而这个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不菲 是53,900美元 那除了这一所女校不让管女孩继续叫女孩了之外 在洛杉矶也有一个学校 Mabel Roth School也是一个女校 那他们现在就接受认为自己是女生的男生 都可以来这个学校上学 那如果已经就读的学生里 有哪些女生认为自己的性别突然转变成男生了 那么学校就会让这些人离开这里 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去 听懂啥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学校始终都认为自己是女校 但是学校对女性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那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女校里面就再也不都是女生了 有女生也有认为自己是女生的男生 男生女生全部都混在一起 但是学校还是女校 如果一个女生认为自己是男生 那么请你马上就离开 因为我们这里是女校不接受男生的 这到底是什么精神错乱的规则呀 这些孩子明明有很好的学习的环境 可以读书可以成长 但是学校就偏偏要走觉醒的道路 把好好的孩子都要弄成精神不正常 其实有很多孩子并没有那么幸运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落入到了人口贩子的手中 在很小的年纪就看到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经历性虐待 被强迫劳动 卖淫 切除器官 这对这些孩子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精神方面 以及身体方面严重的疾病 如果这些受害者没有被及时医治的话 他们就像是会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 将来会长成比那些恶魔更加扭曲的人 马埃迪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些受伤的孩子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给他们做治疗 心理辅导 以及传福音 让耶稣来亲自的帮助他们 医治他们 马埃迪这家公司生产高端的面膜 以及眼膜等护肤用品 全球独家采用神秘果提取的精华 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类型 来试一试这个面膜 让你的皮肤回到最好的状态 每一份面膜的纯利润 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重建治疗 让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 回归到社会当中过正常的生活 那其中的一部分呢 也会帮助到我们的施工 现在就登陆网站来选购 在这里AI news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只要你购买面膜套组的话 就会送一套价值25美元的眼膜一盒 要怎么操作呢 登陆网站myid.live 把面膜套组收到购物车 再把眼膜也放到购物车里 在结账的页面上输入折扣码 大写的AI news 打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眼膜的价格显示是零 这样就成功了 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份眼膜 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Coffee里面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